我是Joryco,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时间是7点14分33秒 今天我们谈几个题目 当然一个就是分尸案所造成的现象 这位高盛文小姐半个多月前 她到台北市的华山艺文特区野居草堂 这华山艺文中心我们常常去 她在门口有一家非常优雅的咖啡厅玻璃屋 到晚上的时候我们还会到那边 如果听完Legacy的演唱会 很多人就会去那边聊聊天 因为老板有非常好的鸡尾酒 如果是所有是女生的话 有的时候这个假期我们还会搞到两三点钟 那昨天看到这新闻 我当时不会觉得说我会被分尸掉 可是那个地方是哪里 那个地方是巴德路跟中校东路的中心地带 这离我们电台也很近 怎么会养了一只恶魔在里面呢 而且后来警方说 这个人根本没有原住民的血统 然后他以这个好像把原住民的文化作为他的这个是做老师的一个销售的重点 那而且呢他还自称他是原住民 今年37岁的射箭教练叫做陈伯迁 耳东成伯父的伯迁虚的钱 这个野居炒堂呢 他们哪聊天 然后呢这个他就求欢 悲剧 然后就把人家给掐死了 他到底有没有生前有没有侵犯人家不知道 那骑了机车把他载到新北市万里山区弃尸 那后来就找到了有七大袋的尸块呀 他已经被收押禁建了 而且法院核准了 那 这个是 这位高小姐这个高盛文是喜欢射箭 然后呢 你知道吗 他们的过程就是透过网络交谈认识了 然后付500块 那当陈伯迁的学费 学原住民文化跟射箭技巧 那他要付电话费 要付学费 就是领了钱 然后到小木屋跟他对谈 当晚十点 他们在小木屋聊天 那 这个 众人离去 说高女不生久利 这个醉倒 陈伯迁还拥他入睡 到了凌晨四点钟 那陈醒来向高女求欢遭拒 进而要侵犯他 双方爆发口角冲突 陈伯迁奋而以双手掐死高小姐 之后把遗体装进大塑胶箱 放在小木屋中 事后高女的妹妹 发现姐姐私中 跑来小木屋找人 发现高的笔电 陈伯迁谎称有跟高见面 大致跟他打招呼 那 等等 就是今年这个 已经发生了好几起的 这个 分尸案件了 那 当然就是说很多的人 大概应该在自己的 就是这个社会啊 这个 多元化的情况之下 你也不知道什么地方 有恶魔了 那 可是 这个 这位陈伯迁 他宣称有原住民的血统 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怎样 就是说 我们的国安会的秘书长 李大为 在接受英国 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 我们将告诉人民 不要搭乘 这些 要不要搭乘 这些屈服于中国的航空 是你们的选择 当然 李大为 讲的也 不是没有道理啊 可是 我觉得李大为 是被 会被呛的 那 李大为先生 曾经被彭文正的 政经看民事节目 这个揭发 说他 说他去跟那个 非常非常深蓝的 大统派 大统派 统的不得了的 大统派的人 一起打高尔夫球 那到现在也没有回应 讲这种话 不是废话吗 年轻人会吃你那一套吗 我爱干嘛就干嘛 我在选举的时候 这个 我还可以选一个 这个代表共产党的政党呢 那 你们这个 民进党执政 那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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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促党 什么 什么统一党 还一天到晚的 这个 几乎可以是 台湾的人民日报 这个台湾版的 这个媒体 不是到处乱窜吗 你们也没有去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 民进党的 这个 这些官员们 在讲话的时候 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受背景的影响 还是怎样 就是说 你要讲一些跟这个 民主多元的 这个 台湾的政治文化 跟新世代的思维 要吻合的东西啊 我爱做什么航空公司 就做什么航空公司啊 照你的说法 那如果说 我去做了一个 屈服于中国 台湾的 民生的航空公司 那我就变成叛国者了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有拿台胞证的人 都应该 都应该 欺负自杀了吗 非常的不恰当 这种 这种 十分的 这个 而且是 非常的 非常低级的 这个 这个政治民粹的运用 我觉得是 害民进党政府吧 我不知道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到底怎么想 我最 对这个 这个政府当局 他们要有些国安 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之下 要防止被渗透 甚至于就是那些 被买通的间谍 匪谍 制造假新闻来 这个 扰乱台湾这个社会 我是非常支持的 可是并不表示 人家那些 商业行为上的人 他们 这个 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去 叫你老百姓 不要做 那些航空公司 我如果去一个旅程 的地方 那只有那个航空公司呢 或者是很多人 在价格选择上面 可能高于他是 中国台湾 还是 还是台湾 还是什么什么的 这个状况啊 这个 按照李大为的 那个 那个好像很爱台湾的 那个逻辑的话 那我告诉你 那很多事情 你也不要做了 那 美国政府有叫你 有叫你叫中华民国吗 美国政府有叫你 每天在你脸上吐痰说 我们的是 One China Policy的时候 那你为什么 还要跟美国政府 来对话呢 这种跟那个当年 那个不晓得 哪个行政员的 奇怪的那个怪幕僚 给了一个这个 言说致辞稿 给赖清德院长说 我们的平均的 劳工的这个薪资 是五万块钱 是一样的 这 这 讲这些话 你有没有一些 这个基本的 这个 这个老百姓的同理心啊 那报纸还把它蹬头条 我是反对这样做的 而且我觉得 总统府的这些 年轻的官员们 不要去附和了 讲这什么鬼话连篇的 你们你们大家出国都有公费 这个 来做嘛 公费做华航嘛 其实我是华航的支持者 但是 华航的那个网站上面 它是把 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 是把它分开的 华航跟中国的航空公司之间 是有一个长期默契 是根本就不在政治上 做文章的 而且我们的华航 后来把我们的中华航空上面 有国旗的这个标志是拿掉的 对不对 因为要在全世界走 要屈服于这个老共的打压 老共的打压是全方位的 他专门这个事情 这个 来讲的话 我不赞成 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做官的人 做在自己的冷气间里面 你还是想想看 我们老百姓要干嘛 好了 这个 这个政府 我对哪个 哪个党执政 其实我是没什么 没什么大的 基本的看法 很多人说我 什么什么 变色龙 变个鬼头 不做变色龙 你才会 基本上 才会被这个 政党的意识形态 给骗到底 你当然要选人不选党 选党不选人 然后 这个找到最好的一个抉择 在台湾很悲苦的是 我们的这个选举 基本上都是 找一个 可以干掉对方的一个人 就是我很讨厌 那个候选人 在2014年 你以为柯文哲多了不起啊 柯文哲就是因为 很多人讨厌廉家 廉家讨厌他 不是因为连盛文 这个 真的住在地宝 惹人眼红 而是廉家就做买办嘛 而且廉家的财产 从廉政东 时代开始到现在 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这个 没付出多少努力 变成了这个 一彎富豪 而且还有政治 之上的权利 这个民啊 利啊 好处都是他们的 然后还要世世代代做官 有这种事吗 在民主国家 容许这样的状况发生吗 那当然没有嘛 没有的这个 情况之下 那这个 基本上来讲 那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 所以这个 就是连赞 他的儿子就这样被驱逐于台湾的侦探 他也没有办法再 他有钱好了 他有钱 他愿意做Banley 像现在我看到连赞夫妻 有一次我去长春 国宾长春看电影 看到一 因为我要进场嘛 那要等 等看电影 我在门口 等我的朋友一起来 然后我就看到一辆Banley在那里 我还想说 这谁的Banley啊 这个 来看国宾长春电影的人 是做Banley的 那我就 我不是刻意要等啊 因为我在等 我们下一场进场 跟我的朋友嘛 那结果就看到了 哦 原来做Banley的是这个 是这个 连赞先生 跟他的 跟他的那个夫人 那也很好啊 那他以前的 如果他选举的话 他需要 他敢吗 他不敢吗 对不对 所以选举这种东西啊 在所有的选举里面啊 这个 数我喜欢一老卖老了 大部分时间 都是我们找一个 可以干掉我们讨厌的人的 那个人 如此而已啊 那柯P也是因为这样子 才被大家投票 然后把林圣文给赶走了 那现在我们讨厌柯P 那当然在台北啊 这个 丁守中不错 那这个 如果说丁守中 还可以的话 那要是 要是 要是谁 起不来 要是姚文智起不来 那就用丁守中 去干掉他就好了 基本上 丁守中跟姚文智 也没什么大差别 那可以 弃 要保丁啊 那他 新北市的选举 倒是挺复杂的哦 侯友宜先生 现在看起来 他专法律漏洞 执法犯法 而且 有相当多的特权 让台北市政府 郝龙斌时代 让他那个房子 明明是集合式住宅 结果还可以 作为学生宿舍 还有他有 非常高的这种特权 可以 1500万的 这个租金 100年 民国100年 然后签约 签到115年的时候 还每一年 5%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来的 然后文化大学 每年还要赔钱租他的房子 然后一个栋房子 原来是两个人住 变成四个人住 现在这个国民党 很多人用这个说 哎呀 你们要照顾学生啊 否则学生没有地方住啊 等等 那我的意思就是 你去问这些学生 四个人住一间 跟两个人住一间 哪个好啊 明明应该是两个人住一间 因为侯友宜的房租太贵了 所以呢 这个文化大学 就要想办法用四个人住 连机房都有人住 住了半天还要赔500万 我也不懂为什么 是侯友宜比较了不起吗 文化大学非要这栋房子吗 然后接下来就是哭哭啼啼 说是他娘家太太的事 但是问题是从头到尾 有有投资公司用他名字 有育投资公司用他两个女儿 一个侯友叉 一个是侯玉叉 后来又有育公司又改成了 他这个太大女儿的名字 贪婪专法律漏洞 知法犯法 而且被抓包了以后还不承认 还到现在不说明 最后发现根本就是违法 然后新北市官员还动员了 这个相当程度的这个官员来观说 新北市官员不止这个 12号这一天观说 11号晚上也有人去观说 这个是新北市议员说的 后来我也证实是如此 这个案子本周将会有 这个非常爆发性的发展 这个明明就是违法 台北市都发局已经确定 他是违法 只是讲话比较严谨一点而已 这个是集合式的住宅 这个正面表列 你根本不能用这个作为学生宿舍 那你签的约是说学生宿舍 那你不能说因为学生宿舍 取得不易 你就可以违法呀 这个案子 我的判断是 侯友宜真的选不下去了 国民党要想办法 昨天周锡伟就批呀 这种没有人权的房子 他不会让学生住的耶 马上回来咯 这种人权的房子 这种人权的房子